大家好,这是我的教案主题,The Rays 设计理念 第一,以学习者为中心 配合主题设计相关且多元的活动 借着师生、同才间、甚至亲子间的互动 增加学生主动接触英语和使用英语的机会 第二,理解先于说话 一开始,协助学生理解输入 不强迫他们立即开口说英文 借由酷音平台资源 在校与在家的定期播放 打造英语环境并累积大量的输入后 学生的输出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三,全语言的学习 我重视孩子自发性的学习 强调他们主动参与 并且会为了建构意义而积极思考相关的学习策略 让语言的理解与应用更加的自然 第四,以酷音平台资源配合平板的使用 提供学习慢的学生 与课堂中或课间更多个别化与适性化的练习机会 最终的目的是协助他们回到同财水准 学生经验 本教案的教学对象为中年级的三年级学生 有较长的专注时间 基本的思考与组织能力 因此以The Race为主题 配合带动唱 引导式阅读、两两对话、学习单的实作 以及制作气球车兼具趣味性和贴近他们生活经验的多用活动 借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 让学习英语变得更加投入 教材分析 本单元主题的教材取自于酷音平台中的阅读网果 The Race全音版读本 内容主要是颜色与交通工具字会 简易句的认知和应用 教学流程与每节教学活动 第一节 借由不同活动 例如猜猜是什么 猜谜游戏 简报中内建的不同交通工具的音效 完成交通工具字母连线学习单 主要目的让学生经熟这四个目标字会与可应用的句型 第二节 带动唱 题材选自酷音教育平台打歌学英文 以教学者绘制的歌谣歌词及动作插图学习单 和录制的带动唱影片 指导学生唱跳英文歌 最后指派回家作业 完成听唱跳以及家长签名 第三节 巨型练习 首先以简报和学习单让学生练习并应用句型 接着导读酷音教育平台阅读奇幻王国The Race读本 期间的过程 可以使用阅读前的预测和问问题 阅读中理解策略的可能使用和预测下文 阅读后的分享想法 听读练习 最后制作The Race Mini Book 八格小书 回家听读任务指派 第四节 两两对话The Race读本 两人一组于有限时间60秒内对话出读本故事内容为目标 第五节 介绍如何制作气球车 第一 播放简报 陈述教学者制自气球车的困境 第二 发下制作气球车的学习单 第三 发下Show and Tell 指导学生进行气球车发表时 身为听众与发表者应该留意的行为自评量表 第四 发下Show and Tell Presentation Planner 设计难度适中且简短的英语句型段落 配合填空 让学生完成气球车的介绍 最后发下气球车上台发表通知单 让家长了解活动的讯息 借由家长支持 让孩子在发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次活动开始 第六节 全班比赛 谁的气球车跑最远 参赛感想 在作品截止前两周 因为教学准备看了平台上的读本 才决定参赛 当时脑中虽有许多的想法 但实际付诸行动过程中 除了主动查询相关的资料 阅读并参考许多资源外 也发现自己必须借由不断的创作 省思 审视与修改 才能完成这份教案 另外非常感谢这段时间 家人们的陪伴 支持与参与 让这份教案更具意义 ların这个大臣处合 上方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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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女子贵 与 娶 こ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